欢迎收看今天日看天下天下静在你手中 大家好我是海翔 又到了我们节目的这个时刻 非常高兴可以在节目当中 陪伴大家共度一个小时的时光 先提醒一下大家 其实呢真的冬天感受到 它是已经凉意已经到来了 而且这个星期呢整个天气非常的不稳定 注意真的要保暖 提醒大家小心这个不要感冒 注意身体健康 另外说今天这个节目 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在这个云南海岗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停电的时候 如果家里有一些这个有关电力的一些 医疗设备 在停电的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重要讯息 待会一定要关注 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干部早又一又呢 这个黄师傅要教我们带领的这个动作 其实我觉得很有小吻 因为它是这个 剥水桩跟这个分水桩 要靠这个意念跟这个动力运动 来一起结合来动一动 所以待会千万不要错 跟黄师傅一起来运动一下 好所以今天节目非常精彩 一定要锁定收看哦 那说到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这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后续消息哦 根据今天早上的一个最新结果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一个共和党这边啊 是大获全胜 包括总统的这个宝座 还有这个参院跟众院呢 两院的基本上呢 是应该都是十拿九稳这样的情况 但还有一些地方还在陆续在开票当中 所以但是看得出来就是十拿九稳 也就是说呢共和党在未来四年 会是全面执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既然是一个全面执政 就要全面负责 所以四年后如果有任何的这种过错啦 或者任何做不好的地方 其实都不能再推就给其他的党派 或其他人士了 所以真的是全面执政就要全面负责 那说到接下来呢 这个全面执政之后 第一个呢可能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呢参众两院要延续 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 他在前一任的时候 他做了这个所谓的2025年的这个减税 要到期这个减税政策 可能要继续延续下去 当然还有一个呢 就是还要支持这个特朗普 他所提出来的降低公司的这个税率 当然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 他一上任之后呢 诶 这一个叫驱逐非法移民的动作 据说他上台第一天就要做这个事情 那也要需要这个参众两院的支持 那现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的嘛 所以基本上呢 这可能非法移民的朋友们 可能皮要绷紧一点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呢 就是呢 这一个大法官的这个任命这个事情 那他上台之后呢 可能有一些大法官要退休 那在这个共和党呢 这样的一个实力底下呢 可能呢 以后呢 都可以偏向比较保守的这些大法官会上任 这对这个特朗普 未来四年卸任之后呢 你可能多多少少 可能或者说可能呢 有一些保障 那至于什么保障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再来呢 就是呢 这个所谓的关税上面 这个问题就可能 在共和党内比较有一些分歧 因为呢 如果真的提高关税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经济 甚至会呢 就是影响到我们这个美国本土的这个 通货膨胀这些问题 所以共和党内部 针对这个关税的这个 到底升不升或升多少 其实意见还有不相同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就是接下来的 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我们继续锁定关注 再来看看湾区方面的消息 这个呢 湾区理事会呢 以及呢 这个超过100个团体单位 API这个团体单位 他们联合了 跟这个州长纽森 他们来请愿 希望呢 可以再一次强化这个BAR捷运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全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这个月的时候的月初呢 有人就是在这个BAR的站上面受伤了 那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还有一名这个老夫人被推下这个铁轨 所以针对这些事情呢 这些团体单位觉得说呢 可能还不够安全 虽然喔 虽然这个BAR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度 犯罪率已经是下降12% 暴力的情况下降6% 但是整体来说 对于亚裔来说 还是觉得说需要再加强安全 所以跟这个州长纽森呢 来请愿说 希望可以这个增加这个加州巡 公路巡警的这个人手 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安 因为有25%的这个亚裔民众 他们是搭乘这个BAR的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 来注意这样的一个安全 关注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州政府这边表示说 其实呢 这个捷运脑这边 他们是独立经营的 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直接的这个控管 但是呢 是已经通过了这个 给BAR了一个5.5亿的这样的一个经费 其中4亿呢 就是呢 要来就是来增强这个所谓BAR的这边的 这个所谓犯罪的安全事故等等 要这个强化这些 让大家可以 让所谓的乘客们可以更加的安全 好 这个是湾区方面的消息 再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两条我觉得比较夸张离谱的 现在看看第一条呢 就是这个加州这边呢 这个洛杉矶县这边 有4个人呢 唉 被捕了 而且被控就是嫌疑就是诈欺 怎么样子呢 其中有3个人呢 他们呢就伪装成 就是说 跟保险公司呢 就是说他们的车子 他们车子受到熊的这个攻击 还特别放了这个视频 给这个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那最主要是为什么会被发现呢 就是呢 他们生前日期都是在同一天 后来这些保险公司发现说 欸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 怎么会这么的巧 于是呢 就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 还找了这个动物学这种专家 来看这个熊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发现说这个熊 是人家伪装出来的 所以呢 这件事情后来就爆发了 而且呢 这个事情呢 还让这个保险公司呢 大概损失超过14万以上 所以有这样一个经费 所以保险公司提出来 那现在呢 每一个人呢 他们每一个人就被控的 保险欺诈跟供谋罪喔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点字啊 是有这个聪明度 为什么不拿去 用作这个正当的这个途径呢 为什么要去做这种 投机取巧的事情咧 朋友们 对不对 好另外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是在这印第安纳波利斯 这个地方 有一名男子他失踪了 他其实呢 这个失踪的地点 后来被找到 他地点就在这个 Planet Fitness 健身房里面 日光浴的那个地方 好 重点就是说 他其实星期五的时候 去的健身房之后 一直都没有回家 他的家人呢 就打电话给警察 就说 诶 这个人失踪了 那这名男子失踪 他叫做这个Derek 那39岁的这个Derek呢 他失踪之后 可是因为他之前 可能有一些钱 或什么 所以他带了这个 这个脚疗 脚疗这个追踪器 所以警方看到这个追踪器呢 其实一直都是在健身房里面 说他没有乱跑 可是结果呢 到星期一的时候呢 就被人家发现说呢 他是死在这个 这个健身房里面 这个日光浴的这个房间里面 是因为呢 有这个其他的这个 运动的这些朋友们 发现说这个日光浴 这个地方怎么有一股 这个味道不太对劲 后来才发现这样的事情 重点是从星期五 开始到星期一 五六日三天 难道都没有人发现 这件奇怪的这个事情 门可能打不开 总是会有 比方说Janet 会来打扫啦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员工 都没有人发现这样的事情 直到星期一 才发现说 这个Derek呢 是死在了这个健身房里面 但他自己本身 有这个用毒的这个前科 包括这个房间里面 还是有个针头 所以目前死因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说 很有可能大概又是一些吸毒 但是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喔 那当然这个健身房呢 这一个负责人也说了 其实他们感到这个会员离市 感到非常的遗憾 他们会全力的跟警方来配合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 分享的一些消息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之后 待会还有更多更精彩内容 会带给大家 今日股价 我们现在来到南三凡市的 一间超级市场 想看那些芽菜多少钱 那他就是预先包装好 整个档买的 那他一档就是 一磅16盎司 那16盎司 那他16盎司 计的话呢 就是1.49元 1.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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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里来到 左风门的华人超市 那我看这些芽菜 那是多少钱的 那这些芽菜 那这些芽菜 那是1.49元 1.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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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一只 对了 10个盎司 那另外一只呢 就是黄色的 芽菜 那这一只呢 就是3.49元 就是3.49元 的包 就是大包装的 那这就是多少盎司 那这个是多少盎司 这个大概 一磅 对了 按照呢 那这盎司 那そして呢 那暂时的 就是1.49元 然後呢 这里呢 就是1.á5.49元 這一只 然后呢 那这里呢 也是腐 user 这里有几种 一种就是这一只 这一只是卖$3.29 还有这个是$2.69 还有更便宜一点 是$1.99 但它只有9公司 这一只是自然的 这次来到游乐区的一间超级市场 看看芽菜是什么价钱 这次看到这只有机的芽菜 是$1.99 一包 一包是9盎司 就是每盎司是$22.00左右 今天看天下的天下尽在你手中 接下来就是我们云来海港 我们这个单元啊 PGM1今天要跟我们讲讲的就是说呢 这个停电大家都很觉得很不方便嘛 对不对 特别是家装如果说有这种医疗的这种电器设备的时候 在停电的时候该怎么办 另外呢如果说要申请这个发电机跟电池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优惠的这个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你快来看看今天的云来海港 为了帮助在家里面有医疗设备 而依赖电力维生的朋友 我们也有一个可携式发电机全额赞助的计划 申请人也是必须已经加入了我们PG&E的医疗基准线 medical based side的计划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有这个医疗需要的 另外呢也都必须已经是依赖 有医生证明 是依赖一些医疗设备的在家里 而这个计划里面的申请人 亦都是需要在2021年开始 必须经历最少一次公共安全团电的情况 又或者在2022年开始 经历了最少5次的EPSS 公共安全设定的团电情况 这是一个存额可携式发电机的服务计划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但至于一些没有医疗需要的朋友 但都可能受到这个山火停电的影响 又可以有些什么可以帮到他们呢 只要这些朋友是住在山火高危区里面 第二级或者第三级地区的住宅用户 或者是商业用户 都有机会可以申请到这个可携式发电机的退款计划 虽然不是全额 不过折扣可以为每一个合格的用户 可以省到差不多是300元 如果已经是参加了PG&E的Care 或者Fair的话 你还可以额外获得200元的发电机的补助 如果要符合资格 这个可携式发电机 首先必须在我们的合格产品清单里面找到 另外也都需要符合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的规定 至于这个可携式的电池 它除了电池和发电机之外 都可以有一个补助 这个可携式的电池必须是全新购买的 不可以接受一些五年之内的转让 二手、翻身等等的电池 另外如果这些电池是由保险索偿 或者是一些比赛赢得到的奖品的话 都不符合资格申请的 另外当然里面说到这个电池的话 就是所有那些USB电源站 行动电源等等都不符合资格申请的 因为我们说的是一些大型的可携式发电机和电池 每一个家庭就可以申请一个回购 而申请的表必须在你购买这个可携式发电机 或者电池起12个月之内提交 或者是今年之内12月31日之前必须提交的 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详情 可以去到这个网站看看 说起发电机 其实可能因为近几年有很多朋友 因为生火的情况他家会断电 大家都考虑添置一个可携式的备用发电机 我也想说一说使用发电机的时候的安全情况 第一这个备用的发电机 你必须找合资格的电力师傅去安装 另外大部分这些可携式发电机 都只是在室外使用的 因为它不是用电力的 它是用一些燃料去发电的 所以它会释放大量的一样发炭 所以它必须要在室外使用 所以大家也要记住 尤其是当你要去使用这个发电机的时候 可能你需要拉一些电线 对不对 大家也要拉这些电线的时候 做一些安全设备 比如你要确保家里的老人家 或者小朋友 不会因为这些电线卡弃 而且大家也要记住 这些发电机 它未必可以帮你供应到全屋的一些设备 它只是一个临时性质 去帮你供电 所以大家绝对不可以长期依赖 这些后备发电机 所以记住使用它的时候 都要遵守一些安全规则 如果是有关安全的情况 或者是资料 你可以去到这个网站看看 希望大家在使用这个 后备发电机的情况之下 都要去确保安全 好的 如果说您刚才错过精彩的一些内容的话 没有关系 可以在我们的5点半到6点半的时候 收看精彩重播 同时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官方频道当中 也是回问精彩的单元内容 记得留言分享跟点赞喔 接下来就是这个专家话 现在这个11月中了 已经快到年底了 这报税季节真的快要到了 那报税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税制 到底会如何的影响我们呢 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好提醒大家一下呢 如果错过我们刚才这个精彩的 仇恨别人的内容的话 可以在我们YouTube的官方频道当中 重新收看喔 那接下来这个专家话当中 我们就来问问大家 有没有到了这个年底报税的时候 你会忽然间好像要缴很多税 甚至有被罚款的可能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勒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就是 我们的国税局的这个专员 李荣李先生 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一块来欢迎他 Hello 李荣你好 你好 再次欢迎你 再次欢迎你 为什么会有我刚才讲的这个导演 会有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好像年底 我们不是平常就正常 已经有扣税先预缴了吗 为什么还到年底 忽然间还发觉说 怎么还忽然间差很多的感觉 还要缴这么多税呢 因为这边呢 首先要解释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税制的话呢 是我们英文叫做pay as you go 的这种一个税制 那中文就是说呢 就是随收随付 就是什么时候收到什么时候付款 那么就是说呢 在一年当中呢 你收到这个收入啦 或者其他这些时候呢 要缴那一个相应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税款 而不是说呢 要等到 而不是说可以等到年底 甚至说等到明年的时候呢 才交 那么这个情况呢 有一点点是类似于我们这个销售税的那种情况 比如说好像你跑出去买一样货物 买一样商品 那么除了要付这个标价以外呢 还要同时缴付这个销售税 而不是说我先把东西买回来 年底再缴这个销售税 没有这回事 嗯 那么我们收入也是一样 那么当你收到的时候呢 也要缴付这个收入税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个打工人士的话呢 在你收到这个工资单的时候呢 你的雇主呢就会根据你的这个免税的一个情况呢 会缴扣一部分的这个收入税 那这个呢也是在缴扣的时候呢 其实呢是一个这个预估 预估预估预估的 那么到实际的情况 到底要收这个税款是多少的话呢 要等到来年报税的时候呢 才能得到这个确切的一个消息的时候 就是你的这个申报状况啦 你的这个生活状况啦 或者是你的具体的工资啊 就是多退少补嘛 那然后呢才能具体的算出来 这个税务呢是多少 可是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思好了 我记得那时候比方说进公司啊 他要你填这些报税 就是相关的一些问题 他可以有其中一个选项就是说 你到了年底报税 你这一次缴税 或者是你先扣多少多少钱 先留下预留下来 不是有这样子吗 那为什么会跟你这个说法好像不太一样的 这个进公司的时候呢 一般的话呢 雇主都会要求雇员呢 填写一份表格 W4 那表格就会 要去填写 多少个这个免税额啦等等这些 那么按照这个免税额的话呢 每次这个资金的时候呢 就会扣一个相应的一个税额 不是说呢 可以等到年底的时候再付 所以这个是我的误区啦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让大家更清楚了解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我们讲的是黄先生 黄先生他有一份正职的工作 就是年薪大概8万块钱 但是他有很多其他的side job 他可能拿1099 大概加起来是大概2万块钱好了 我们就这样用10万块来算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这个所谓的8万块 他当然已经先预缴了一些税额对不对 那这2万块这个可能1099 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去缴这个税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呢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的话很多 我们都会有一些 副业啊 或者找一些其他的一个兼职啊 要补充一下收入 那么这方面的收入呢 在收到收入的时候呢 其实是没有进行一个缴税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呢 有两个方法可以做 那么首先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在你的这个工资税上面呢 多扣一点点 那么2000块钱的税的话呢 那么如果我们还是简单来说 一年的话12个月 那么我简单来说 就是说如果你每月出一次工资的话 那么你就把这2000块呢 平均平均分成12份 就是说每个月大概就是150 160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通过你的公司的老板 要求呢 在你每个月的工资里面 多扣160块 然后呢 来补上这个 另外的这个2万块钱的那个收入 那么现在 由于现在呢 有很多的公司呢 都是用这些第三方的这个 这个平台 平台 或者是网上平台 那么所以这个做法呢 是相当简单 你需要登录到这个第三方的平台 填写 你需要多扣角每个月多少 那么就省去了你啊 年底出现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 说一个罚款的情况 你也不用一天到晚 老是惦记着说 哦我这个月没有交 下个月没有交 我怎么样 因为呢你每次 知新啊 这时候呢 就是自动 多扣了150 160块钱 然后补上那一块 嗯 那么另外一个做法的话呢 就是可以到我们国税局的网站上面 开设一个个人的账户 那么这个账户的话呢 通过这个账户呢 你就可以预缴你的这个 这个预估税 那么这个呢也是 这个动作的话 就是多多几个 要点击多几下了 因为要开一个账户 然后要记得每个月进去 缴交 那么相对来说的话 如果你在工资税上面 直接扣角的话 就比较省心一点点 嗯 好几个问题要问你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这两个工作 其实是没有relay 没有关系的 是可以这样扣吗 可以 所以不会 不会有任何冲突 或影响 不会有任何的冲突 不会有任何影响 因为 所有的预扣税 都会直接进入到 我们国税局的账户里面 就是国税局 你 你个人设立在国税局的账户里面 那么你进来的 因为我们不会区分 你进来的这一块钱是从你的W2进来 还是你进来的这一块钱是从你的其他的一个副业进来 是没有这个区分的 所以就是说 比方说我原本先希望就是说 我的年收入八万里面 我先被扣百分之十 现在变成扣成百分之十五 有没有这样 这多的百分之五 我需要是附注 记录下来说 是因为另外一个工作而扣的税 还是都没有记录 那像国税局怎么知道说 我是从这边这个地方 两万块钱的工作来扣的 因为从国税局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这个收入 我们不会区分 在打税的时候 你的账户里面 不会就是一个详细的区分 我们只会算你这个你这个账户里面应该应缴的税是一万块钱 你有一万块钱的钱进来 那就行了 OK明白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讲的是八万跟两万 这两万块是固定稳定的 每个月可能就是这样 然后累积到两万块 那如果说我有一搭没一搭 我第一个月有 第二个月没有 第三个月也没有 到第四个月又有 那这种情况下 是跟你刚才举的例子是一样的吗 也是一样 这个情况下呢 你可以参照你过往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记录 看看呢 是不是有一个规律 那么可以参照一下 所以因为我就是在想说 他就是不是很规律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该怎么去报这个税去缴这个税这样子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你可以也是使用我们国税局的那个官方的网站 个人账户里面 如果你好像这个月 刚好进来一个一万块钱的一个收入 那么你就可以 还是用百分之十来算了 你就是说一万块钱百分之十 那就一千块钱 那么你就可以上去我们国税局的网站上面 补交这一千块钱 哦 明白 那么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同样通过你的雇主的那个W2 那么要求的话呢 也是一万块钱 举例说一万块钱 十个percent 百分之十 那么一千块钱 那么你就可以要求你的雇主 从今天开始 每个月 今天是九月底了 对 那么就算从十月十一十二月就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你可以要求你的雇主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每个月多扣三千三百块钱 哦明白明白 是这个道理 这样我就听得比较清楚了 好 除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缴交这个税的这个流程之外 如果不交会被罚款对不对 那怎么罚呢 我想知道一下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税制呢 由于是一个pay as you go 随负随缴的人每一制度 那么如果在来年报税的时候呢 你的欠税是超过一千块钱的话呢 嗯 或者是呢你的这个预缴税呢 没有达到当年的这个税款的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 就会有一个罚款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举例说啊 像说黄先生 黄先生 他当年的税 应该这个樱缴的税是 举例说是 啊 两万块钱 樱缴的税 那么两万块钱的百分之九十 就是一万八 一万八 对对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预缴税没有达到一万八的话呢 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个罚款 你假设一万六好了 一万六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罚款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嗯 对这个罚款的这个比例是是怎么算 比如我现在是少缴了两千块嘛 因为一万八我应该缴一万八 但是我现在只缴了一万六 所以我就差了两千块钱 那么这个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罚款的这个税率 这个罚款率的是百分之 啊 罚款的这个比例啊 这个税款 就是百分之八 嗯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罚款的一个情况 这一般情况下是百分之八 现在是 以百分之八去去做计算 对以百分之八做计算 那么所以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有些朋友会说 诶明明我的 算出来的这个欠税是 四千块钱 怎么到头说来我会 要付四千多块钱 因为 还有这个百分之八 所以原来是 那个部分是罚款的部分 对那个部分是罚款的一个部分 嗯 那其实应该有 我们刚才讲现在已经九月底了 你刚才说我们接下来还十 十一十二 还有三个月可以跟这个雇主 领w2这个雇主这边讲一下 可以先扣 先预扣 那可是一月份到九月份的这些 现在该怎么办 还来得及吗 还来得及 现在因为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我们国税局呢 在我们国税局的网站上面 就是irs.gov上面呢 有一个withholding estimate 就是预扣税的一个估算器 嗯 那么这个预扣税的估算器的话呢 就会要求 如果大家到那个网 这个网站上面呢 搜一些基本的一些资料 就好像说 你这个最近的一次发薪水的时间啦 最近一次的发薪水的 到底发了多少啦 有预扣税预扣了多少啦 还有说你的这个报税身份啦 等等这些一些 一些基本的资料的话呢 那么它会帮你计算一下 预估一下 你到年底 到底要交 要缴多少的一个税 或者是到年底的时候 你是会出现一个所谓的欠税的情况 还是会出现一个有退税的情况 嗯 那么举例说好像说 如果你输入一些资料之后啊 还是啊 还是这个黄先生啊 你输入一些资料之后 嗯 估算出来 那么你的这个年底还要 可能会欠税这个1000块钱 2000块钱这样子 那么现在的话呢 11月 11 12月还有三个月 那么就是说呢 你就把这欠的2000块钱呢 平摊到在三个月里面 OK 就是说大概每个月多付666 嗯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会回去跟你的雇主说 可不可以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面 每次发新的时候呢 帮我多扣666 那就把之前那几个月的时间呢 补回来 明白 我现在再把问题再复杂化一点好不好 因为其实我也我也真的很难想了解的 假设现在我是1099部分是 大概是2万块钱 对不对 可是我这一年当中我到了6月或7月 反正这个时候 中间我才找到一个正职的这个工作 0w2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是不是也是 按照你刚才所说的 我就是跟雇主讲说 把我这一年的平摊 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个月当中 是这样做法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比较省心的一个做法 因为你不用一天到晚 惦记的时候要 什么需要交 什么需要做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生活改变的话 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部分就对了 对啦对啦 可以用这个部分 也可以用自己上网去交 但是自己上网去交的话 可能要set一个提醒 在你的日历里面提醒 1月1号 2月1号的时候 定期要去交 那么如果是 用这个方法的话 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每一次你 发薪水的时候 自动就扣掉了 嗯 所以overall来说 到底有哪些 简单讲 我们再跟巴拉莎 温习一下 有哪些tips 其实到年底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 不要被罚款 又可以省税这样 那么有两个 有两个小提示 第一个提示就是可以用我们 博数局网站上面那个估算器 估算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 签税的情况 有签税的话 马上就补过来 那么另外一个 一个小贴士的话 如果说 我的工 那个收入实在是 这个过山车一样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又想避免 这个罚款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在预缴的时候 预缴去年的 百分之一百的这个税款 那么这个情况下 就是可以避免这个罚款 好像说如果说 还是刚才那位黄先生 如果说我今年实在是不知道 那个收入情况是怎么样 有可能是一万 有可能是十万 有可能是一百万 不知道 但是呢如果我去年 我的缴税 我去年缴了两万块税 那么我今年预缴 也缴两万块 哦 那就先按照去年的 按照去年的 那个税 缴上来 那就安全了 所以其实你们就是要 要报税的人 就是很 就是你有做这些步骤 表示说你很有诚心诚意 是要交税的 其实我听起来 是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意味在里面 也有 也是为大家自身的一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希望要缴罚款 对不对 也同时的话 也没有人希望 或是说 到来年的时候突然 收到一张税单 说 我欠两万块钱 那么因为这个 一下子要掏出一大笔钱来的话 是相当于 对于很多民众来说 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把这个一大块 这个税平摊下来的话 每月分摊一点点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处理 对你知道 其实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是从一些文章上面看来的 也让我们惊讶 所以因此来请你做一些解释 那我就比较好奇 就是说 一年当中 到底有多少人踩到这种雷区这样子 就忘记了 然后到最后才发现说 哇 要多缴这么多岁这样子 大概有多少比例 你大概知道吧 现在的话 我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一个统计数据了 因为 但是呢我个人的话 按照个人经验 我个人的话呢 我自己也差不多 几乎踩到 因为之前我也做过一些相关的 就是我自己跑上去做一个相 这个估算器上面查了一下 才发现我自己 差点我自己就中招了 所以就赶紧改回来 对因为我一直就觉得说 我们就反正就是我现在没脚 反正我年底再补脚就好了 没想到还有这个罚款 这个点在这边 还有一个罚款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也不希望说年底的时候 突然收到一张 一个天大的一张税表 对啊 就比较吓人嘛 对对对 分摊一点点 每月分摊一点点出来 就比较好处理 是是是 哇今天真的是 亲你来是来对的 让我们可以知道一下 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大家如果有跟我一样 有这种误区的话 赶快现在赶快处理 今天非常谢谢李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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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要介绍这个纪录片 我们的纪录片的这个主角呢 就是我们这个天下卫视的主持人 Maggie Maggie姐姐 其实看她感觉上 满满的这个正能量 而且把这个正能量 其实散播到这个四周 她是如何保持年轻 保持心态这样的一个健康呢 我们可以来欣赏这个纪录片 根据密切根州大学 在2023年 针对全美年龄介乎50 至80岁的长者 所做的问卷调查里面 有34%的长者会有孤单的感觉 其中29%更表示 经常会有觉得有 跟其他人疏离的感受 这样到底要怎样才可以令自己 不会有这个孤单的感觉呢 似乎可以男与女 女与女 男与男 可以你的工作 你可以很投入你的工作 也都是一个似乎 那种工作 我跟这些人说 我跟她是 Henry跟A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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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 以及 不… Maryland跟Stella Jimmy和Rodware 這是Peninsula Chinese Club 一年一度的新年節派對 我今天做他們的時裝表演 訓練模特兒 我們中間有一個環節 除了吃飯之外 也有唱歌的慈禮表演 有人說在不同的年齡 要做不同的事 提到70歲這個年紀 很多人的印象 都可能是過退休、休閒的生活 但對於今集的主角 Maggie、黃詠麟來說 年齡只不過是一個數字 我不介意,剛剛70歲 我媽媽給我很好的基因 至少五官端正 而且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你沒有健康 很多事情做不到 我除了經常結合 我跟很多女朋友 很多其他朋友 還有很多不同的組織 我做了很多參與 我做了很多善事 Maggie的媽媽是來自香港的名人 黃夏慧 因為媽媽工作繁忙的關係 Maggie從小就要學會怎樣獨立 年輕時的她曾經過了一段很艱難的歲月 經歷過人生高低起伏之後 反而令她有了根括達的人生態度 更加學會怎樣愛自己 當然要經過不可能一帆風順 人生有很多喜喜樂樂 小時候又不懂得錢 怎會知道錢好 因為小時候沒有這個概念 因為要的東西經常都有 到我過來的時候 我媽媽又沒甚麼管理我 有十年時間 我們不是很多聯絡 我自己是自我自己的 有很多事我都要自力更生 開始要儲錢 之後自己買房子、車 我也試過很窮 在讀書的時候 媽媽沒有再寄錢給我 16歲她傳過來 那時候不同 那時候是甚麼… 一年有免費 全都付給了 之後找不到媽媽 那我就真的要自己去 怎樣去找學校 怎樣去吃住、怎樣做 怎樣做兼職 做咖啡餐廳、咖啡餐廳 就是有些甚麼 一直學習 那直到我三十多歲的時候 就有一個好機會 讓我做到一間酒廠的… 算不算是經理 都算的 就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可以令到我可以旅行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亦自己代理了一份啤酒 在菲律賓 那段時間有很多旅行 所以是一個非常好的鍛鍊 妨礙人生 Maggie選擇不讓年齡局限自己 過著推而不休的生活 已經兒孫滿堂的她 雖然有時都要幫忙照顧孫 但她依然堅持在電視台全職工作 有時還會擔任很多不同的活動私宜 但在2023年 她就主持了超過20場活動 每逢週末,她都有見不完的朋友 以及一場接一場的派對和社區活動 很精神的 我有事做,我就很開心 老人家就不要只覺得要睡覺 沒甚麼要做,只看電視 一定要出來見朋友 跟別人分享一下 開心、不開心,也要分享 不可能每天都24時會開心 有時有些事會懶惰 不要緊的,說一下 很不錯,說完就沒事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如何?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要同時兼顧那麼多 Maggie的生活可能會比很多年輕人更忙 但她一點都不覺得累 相反,有自己的工作 愛好和一群好朋友的陪伴 反而令她更加覺得生活充實 很驚訝 她一下飛機,一下飛機 沒有時差 我們就去Santarini,出海了 她就脫衣服,跳到海裡游泳 脫衣服 脫衣服,穿泳衣 就跳到海裡游泳 是的 跟Maggie已經相識了30年的Stella 不僅經常會見面 每年還會相約一起去旅行 她們互相見證了對方 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成長和變化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她初初第一次認識她 她覺得她很美,很聰明,很聰明 但是到今時今日的她 我覺得真的 歲月令到我們滅滅 她現在更加自衛 更加有愛心 更加有耐性 也不再在乎別人的看法 人家活得更加輕鬆自在 因為有這份幾十年不變的友誼 Maggie和她這群知己好友 不僅會每星期相約見面 也會時常通電話 在朋友的心目中 Maggie不僅有幽默感和凝聚力 亦是朋友圈裡的風雲人物 我給她一個很漂亮的名字 她叫做開心果 跟她一起很開心 我們曾經一起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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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可以聊天、吃東西 但她也很開心 她也很開心 她是很開心的 有她在場的話,不會很難悶 她總是可以用她自己來做一個 作為自己的玩笑 來取悅別人的歡笑 這是很難得的 亦表現她很有自信 採訪當日 Maggie作為其中一個活動策劃和思議 一直忙到最後 但她的臉上一直掛著笑容 被問到怎樣可以令自己 一直保持活力和正能量 她認為最重要的就是不執著 說真的,我一向都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因為我處理我不開心的情緒 是很快過的 我是一個… 我懷疑是很忘憶的 我不是很記得 我是一個炮掌頸 有甚麼革命的 我以前有一句名句 就是我失戀也不失眠 Maggie認為 有一份精神上的倚靠和陪伴 對健康的晚年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有時可能只是需要自己踏出第一步 我有很多我的兄弟姐妹的情感 我和我媽媽 我覺得我很孝順她 我每個星期都會打電話 保持在觸碰 我覺得保持在觸碰是很重要的 別人不打給你,你打給別人 不要每個人都坐著等 為何她那麼久不打電話 自己打電話,自己打電話 拿電話打電話 不要怪兒女沒有時間來探望你 或是你很安靜或是一個人 自己去做一些你以前想做的事 沒有機會做 Maggie參與的社區活動 大部分都是以貌性質 不求回報 很多時候的她還不僅出錢出力 還樂意花很多時間協助同酬 但Maggie在活動中 獲得助人為快樂資本的成就感 再加上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 不僅豐富了她的晚年生活 亦令她的生活越來越年輕 越來越健康 傳好心,做好事,說好話 給別人方便,給別人多點支持 給別人很多希望,給別人很多快樂 人家快樂,我便快樂 好的,再次提醒所有觀眾朋友 如果您現在才打開電視收看我們節目的話 錯過剛剛精彩的內容沒有關係 可以收看我們的YouTube官方頻道 記得留言分享跟點贊 你的留言分享跟點贊 就是對我們最好的一個支持跟鼓勵了 接下來這個Gamza You You 今天要跟黃師傅做的這兩套動作 其實是可以二合一 就是這個剝水裝跟這個分水裝 這是訓練你的手腦並用 手腦協調的一套運動 一塊做一做吧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黃偉宜,Tony Wong 今天和大家分享 是意拳裏面的 撥水裝跟分水裝 分水裝、撥水裝是訓練我們的意 如何將我們的身體和意念 成為一個整體勁 有興趣的朋友 最重要是留意看著這套工法 通常我們做一前一後 我們的部位就不要太過成一條直線 開一點點 你的平衡就好很多了 我們先做撥水裝 因為撥水裝是好像將水向前撥 向後方的意想將水拨很遠 解決水在手指之間 經過用力在地下 做意看著很遠的地方 一前一後 處經 方經 不只是外表的動作 意是很重要的 把水拔得很遠 神和意放在很遠的地方 你做完左邊 接著我們換腳 Let's switch to 右邊 你覺得手指之間有些水在流動 意是拔得很遠 這個叫做撥水妝 是視力的其中一個妝法 另外一個叫做分水妝 讓我們油 將水向左右分開 puck the water 就可以了 我們做撥水妝和分水妝 我通常都會做最少三十次 慢慢感覺你的全身在水裏 將水分開 然後換腳 感覺到水在手指的中間 慢慢地流過 一隻腳 很連接 我們的筋 上鬆下緊 但是意是要鬆的 接著我們將兩個動作 變為一個動作 撥水妝 分水妝 將它分開 分水妝 將它分開 分水妝 將它分開 慢慢地 慢慢地 我們覺得 我們平時所說的 天人合一 異同的氣 integrate 結合 成為一個整體 內外 上下 前後 都是一個整體勁 都是一個整體勁 分水妝 撥水妝 你整身好像在水裏 水流在手指中間 慢慢地流過 整個身體是一個整體勁 其中 的意是很鬆 但是要 有一個意 是將水 撥到很遠 將水分開 撥到很遠 分開 泥水分水 泥水向前 泥水在两边分开 一前一后 是觉得水在手指中间流过 整体上中下的身 都是连在一起 里面和外面内外的结合 成为一个整体径 You want to switch leg 向前 向后 一拨 拨到很远 一分 将它无限地分开 一拨 一分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节目又完毕 下一次我们会做 寒龙和伏虎两个大装 这两个大装是对强身健体很有益的 就将你的身体那些关节打开它 将你的下盆稳健它 属有兴趣的朋友记住留意收看 如果想重温的节目 就看看 请看《衣食住行》 YouTube频道 还有看我们的网站 changfamilytaijoo.com 就可以重看这些节目了 下次再见 拜拜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 我们明天有三星一的心理测验 那请大家明天跟我们一起做一做心理测验 这个题目我就先不讲了 我要卖个关子 反正明天看我们节目就知道了 当然也非常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节目 会在YouTube官方频道当中 每个单元内容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也欢迎大家 多多的分享出去 把这个好节目好单元 分享给周边的亲朋好友 还有扫扫旁边的QR Code 就可以重温我们精彩的内容了 好了 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 这个天气真的变冷了 注意保暖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拜拜 谢谢 谢谢